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举行晚会 要来挺香港 来对抗中国的极权 那么但是在这个活动稍早呢 刚刚有一个小插曲 香港歌手何韵志 他是一直非常的来支持反送中的运动的歌手 但是呢 他在稍早在进行媒体联访的时候 居然有两名男子从他背后扑打红漆 而且是瞄准何韵志的头顶 直接往上面这样子打下去 换下去 交上去 导致何韵志他其实背后 以及衣服上 头发上全部都是红漆 大面积的红漆 那么其实稍早呢 这两名男子也被逮捕了 我们带您来看何韵志在受访时的当时的现场画面 在一个闹事当中 在一个星期天完全没有任何的 我们可以看到何韵志他是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 就突然头上就有红旗这样子直接离下来 中断了他的这个演说 那么其实这两名男子 我们看到正在被工作人员制服的画面 其中一名男子他脸上是有戴一个深蓝色的头套的 那么很显然是想要掩盖他的相貌 不要被人认出来 那么是不是有预谋呢 那么警方还有在警方进步的零星 那么其实这两名男子在被这个工作人员制服之后呢 就被带到了忠孝西路的派出所 那么初步了解一名胡姓男子 一名梁姓男子 那么比较特别的是这名胡姓男子呢叫做胡志伟 他的背景是跟统促党有关系的 而且其实他之前这个扑撒东西的例子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之前独派团体在慈湖进行行动的时候 曾经这个蔡丁贵他在进行行动的时候 也被人家在头上喷了森巴水 那么当初往蔡丁贵头上喷森巴水的就是胡志伟 那么当初他也被警方逮捕了 那么这一次他又出现在这个撑上岗的游行现场 而且是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 摄影机都在拍的情况之下 就朝着何女士的头上来剥红漆 那么这一次这个整个行动的背景到底是如何 是不是真的只有这两名男子受案呢 还有待警方寄不来理清 我们回来